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,林心如的负面新闻很多,和周杰之间的首吻事件已经19年了,还在吵 八杀慈善业,林心如只得红毯不捐款,还带着新合作的萌品牌珠宝走秀 并且在其官位上还打上广告,借机宣传产品 早年,综艺节目扎赵薇指人也被网友扒出 霍建华在9月12号追加工艺项目爱心包裹60万元,今年累计捐赠善款100万 大家都说霍建华不忍心林心如受网络语言攻击,这是在紧急挽救爱奇的形象 再加上学这些事件,里程求婚范冰冰,林心如的负面消息也跟着慢慢被挤掉 霍建华发声,表示林心如患上抑郁症,要站退娱乐圈 回家做全职太太养身体 按照以上事件来看,有两个可能 一,林心如受不了负面评论产生,身患抑郁才站退娱乐圈 二,霍建华新剧《如意传》将在下半年开播 为了不影响这部剧的口碑,霍建华让林心如赞比风头 现在明星退出娱乐圈的话都成了儿戏 遇到事就退出,风头过了就复出 亲爱的网友们,你们对林心如站退娱乐圈有什么看法呢?